去年夏天中华数位人文关怀协会创办人卢志山 与团队在卓西乡公所举办了一场城乡交流的共事会议 而这场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城乡间的合作还有理解 非常幸运的是春日国小成功维合了台北市文山区的景星国小 成为今年城乡共学的好伙伴 透过六天午夜的参访部落学校 让都市的学生们跳出舒适圈 体验部落的生活还有学校的特色课程 活动课程当中但将大学种子客服社的学生用心带领之下 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他们不仅组织了各项活动 更教导了两校的学生团队纪律和合作的重要性 透过这样的引领 学生们在活动中培养了更多的团队合作精神 这是玉里春日国小以及台北的景星国小两校的城乡共学活动 每个任务都会有结束的时候 对不对 学院在上面要切记 在我们人生意料里面 我们每个阶段都有学习的意料 要记得 我们在参与这样一个活动 或是任务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学到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春日国小校长陈绍山表示 城乡共学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不同环境与文化的背景下 两校的学生透过彼此间的交流 互相理解尊重与包容 达成共学共进的目标 城乡共学的主轴是让景星的孩子深入体验部落真实的生活与文化 活动为期六天五夜 主题命名为春景之星 课程包含丰富多元的活动 让学生在多元的体验中得到成长跟启发 记者高雄霜育理阵 参访报道